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谈一下厦门聚会案 厦门聚会案是在2019年12月13日 在中国有这么一波政治意见人士 他们叫自己是中国新公民活动人士 大概有这么二三十个人 他们在厦门举行了一个聚会 就是像网友聚会,见面聚会一样的 这个主要人物是有一个叫徐志勇 还有一个叫丁家使 他们都是维权律师或者也是学者 他们在那里聚会了 然后呢,几天以后 聚会结束了以后,回到家以后 几天以后,这些人都被抓了 很多的一见人士去参加了这个厦门聚会 那么这两个主要人物呢 许志勇和丁家使被拘押在那里 原来当局起诉他们的这个罪名是叫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今天有一则消息出来了 把他们的罪名往上调了一下 变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外界都担心,因为这个罪名上升了 那换句话说呢 他们将来所遭受的判刑就一定是重刑 那么现在可能有些网友呢 对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案 这个背景可能不太了解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厦门聚会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它呢,是这样子的 在2019年12月份 就是外面有一个名称叫1226大抓捕 就是说12月26日这拨人给抓起来的 那么他们聚会时间是12月13日 是在厦门,是2019年的事情 当时呢是震惊四人 是中国本来已经消失淡尽的公民的社会 面临了更加严酷的时期 转眼已经一年过去了 现在呢那20多位这个人权律师 维权人士在这一年当中呢 就长期被噤声 被骚扰,被传讯,被拘押 甚至被批捕 这个事件呢就是被称为呢 在709世界之后 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记录 那是臭名昭著 事情太多了 这个要 这个我刚才还没解释完这个厦门聚会案 叫1226大抓捕 在这之前四年2015年的时候 7月09号还有另外一个大抓捕 当时抓了大概有上百名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这个叫709世界 从这个15年之后 这个19年这个厦门聚会案的大抓捕呢 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 那当局呢 这个就是厦门聚会案的大抓捕呢 是跨省的 就是全国性的 是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 一个声势浩大的跨省抓捕 这个12月26日的这次大抓捕呢 几乎所有的厦门聚会的人呢 都波及到了 主要目的呢 主要的目标就是我刚才说的 许志勇和丁家喜 那么他们自己有一个活动 叫公民运动 那么这个许志勇呢 在被捕前呢 他发表了一个文章 这个题目是 这是我的祖国 他就是说对自己这个案件呢 他说出了自己的评价 那么我这里呢 稍微详细的说一下 厦门的这个 抓捕案 这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 在里面那个 就是卷入到这个事情里面 有一个姓钟的 他在自己谈这个厦门聚会案的时候呢 他提到 当时呢 他是在那个微信群里面 有一封邀请信 就是招呼呢 大家到厦门去旅游 吃烧烤 看海景 还附上了一个 位置图 路线和别墅的照片 但是呢 他们特别嘱咐的是 不许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 因为要预防被跟踪 被定位 但是呢 这个 没有人来遵循的 因为实际上 不可能不带手机的 所以现场呢 很多人呢 就使用手机 跟家人通电话 跟朋友通电话 那么由于这个安全原因呢 这个写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个信中的呢 他隐去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是这样说的 12月7号 来自天南海北的新旧朋友 抵达了厦门 涌入了租来的一个会所 他们品尝美食 在KTV 就是卡拉OK包厢里面唱歌 打台球 然后呢 讨论公民社会 培育 然后新年献食 国内外政治事件 这个官民的矛盾 就是社会这些事情的一些话题 当时他们这么说 天气很好 有太阳 大家享受着美好的食物 他们都非常珍惜这一次的聚会 因为大家自同道合 自己来履行这个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 但是呢 没有想到 在8号 他们各自踏上归途之后 回到家里 那个时候他们还说 希望下次再见面 越早越好 但是没有想到十几天以后 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铁拳 就痛击了这个厦门聚会 他们呢 迎来的就是警察破门而入 抄家 辱骂 最后还有被拷打的 就是坐老虎盾 24小时不让睡觉 强烈的灯光照着你的眼睛 这种酷刑 在国际人权公约里面都是禁止的 他们都长寿到了 那么警察就把他们这批人呢 说是人渣 道德败坏 就是一帮要夺权的野心家 你们这个聚会就是抵我矛盾 然后就警察呢 就找他们谈话 我这里谈一下酷刑的原因 酷刑 就是徐志勇 他们呢 6月19号 就是说后来 是在今年的6月19号 被抓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 当时厦门聚会或大抓捕的时候 你像许志勇 他呢就意识到可能要被抓 他就逃亡了一阵子 他呢没有在12月份被抓 最后他还是被抓了 那根据他们所散发出来的消息 就是丁家喜的妻子得到消息 丁家喜遭受老普顿的审讯 噪音骚扰 剥夺睡眠 24小时强烈灯光照势 而且固定坐姿 睡的姿势 不准动 动了就要惩罚 这种折磨和酷刑 这个我以前在很多视频里面就谈到了 这个就是叫迫害 这是联合国难民公约 还有欧洲人权公约 都明令就是说禁止的这种 一种残酷的行为 然后还有一个叫常伟平 这个常伟平也是参加这个 厦门聚会的一个人 他呢就讲了自己在里面遭受的 这个经历 他被笔录了16次 然后警方翻遍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言论 出入境记录 一直就是找不到什么反政府的证据 他自己说 他被锁在 那个宝泰宾馆招待所里面的老虎凳上 每天24小时 10天的时间 这个这是一种极端 残酷的一种酷刑 对他造害的伤害 就是他到现在 他的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 到现在仍然是麻木的 没有知觉的 是不正常状态 所以说呢 另外还有一个参与者 他说呢 这个事情呢 如果报道公安部 公安部都说你们在搞什么 用了这么多人来监控 居然找不到证据 所以说他们没有证据 但是呢 又不愿意认错 没有面子 没有后路 所以呢就要鸡蛋里面挑骨头 非得要找出一些证据来 刚才我说的这个 徐志勇和这个丁 这个丁家喜的这个案子 他们曾经被这个检察员 退回来 说他们的这个证据不够 所以呢 他们就拼命的 鸡蛋里面挑骨头 去找问题 然后找到了很显然的 他们就是惩罚性的 把这个罪名提升到 由原来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提升到颠覆国家政权 我认为这里面是含有 打击报复的成分在里面的 他们就是要杀鸡给后干 要你们认罪 实际上呢 这个厦门拒货案呢 还不是真正的原因 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709大抓捕呢 是在前面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现在呢 因为已经提到了这个709 我就要说一下709的这个事情 中国的709 这个大抓捕事件 是这样的 当时呢 709就是指 2015年7月9号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 就是当地的这些公安局 在多达23个省份 大规模的逮捕 传唤 刑事拘留 带走失联 约谈了上百位的律师 民捐人士 上访民众及其亲属 就是指这个事件 部分人士到现在 还是下落不明 然后呢 在2016年的1月12日 有一个事务所叫 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这个主任律师呢 叫周世丰 还有律师呢 叫王全璋 实习律师 叫李朱云 这个律师助理赵薇 他们被控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逮捕 同月 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卫士 紧急救助协会工作的 这个瑞典人 叫彼得达林 因为和这个事情有关 在北京也被拘留了 在2017年的3月举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 这个全国的两会上面呢 当时时任最高人民的这个法院院长叫周强 还有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叫曹建民 他们在工作报告中都将依法起诉 这个审结周世丰 那个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成绩 说这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特别是政权安全 所以他提了很明确 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这两个他把它作为一个他们的政绩 这都是16年17年了 但是这个709案件呢 是发生在2015年 但这是延续下来的 都是相关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两个人的罪名呢 从原来的三度 现在变得直接就是颠覆了 那么我想至少要判十年 这个一位警方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呢 就是说是 你们就是想主党 一位警方说呢 那个 是这样子说的啊 他说呢 你们呢 去参加这些会的 就是说厦门聚会的 都是国内的精英 你们这次聚会 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 就是中共当年在浙江 加新 南湖上面 船上面的一次会议 他说你们这个厦门聚会 就是相当于那个会议 你们将来是要阻挡的 换句话说 就是要推翻中共 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他们给他们加到一个 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可见 这个中共当局呢 对这种事情呢 是恐惧感呢 是无与伦比的 他们害怕有这么一天到来 然后呢 这个 我这里呢 还想提一个人的名字 叫余文森 余文森呢 那个 他是一个现在被判了四年的 一个维权律师 他也是新公民运动的成员 在2019年的12月13日 他和很多的意见人士 参加了 不对 我刚才说了 这个是丁家喜 我眼睛花了 看错了 那我这里提的是余文森 余文森呢 是这样子的 在1月18号 就是今年 刚刚 几天前 这个余文森呢 入围最后三强 是什么入围呢 他呢 国外的 把他提名 是在瑞士呢 有一个人权奖 叫马丁恩纳尔斯 人权捍卫奖 他呢 入选前三强 过几天呢 可能就会有揭晓 另外两名呢 是一个都是来自 一个其他国家的 一个是 土库曼斯坦 和沙特阿拉伯的候选人 他们和这个中国的 这个余文森 三个人呢 是前三强 他们要 最后要决定 最后谁获得这个人权奖 那么余文森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2018年的1月19日 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 他发表了 要求修宪的一个公民建议书 要求政治改革 第二天就被抓了 就这样的 因言而被抓 就是因为言论 就是因为思想被抓 那么2020年的6月份 他被徐州法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被判刑4年 那么后来上诉 今年的同年的那个12月 就是同年的12月13日 江苏省的这个高级法院呢 就驳回其上诉 维持原判 这个余文森呢 为什么会被判了这么重 他不是第一次了 他以前曾参与多次 为法轮功学员 诉讼的辩护 他是一个律师 他也因为 2014年香港 雨伞运动 他为支持 香港雨伞运动的辩护者 辩护 所以呢 他也为这个709大抓捕的 中的维权律师辩护 他曾经两度被警方带走和关押 所以说呢 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一些坚定的维权人士 他们的自己的政治信仰呢 从来就是说不会放弃的 所以被抓了一次 又放了 放了以后又被抓 又放 那么这个 他的妻子啊 许燕 就是徐文森的妻子 许燕就表示 徐文森有望获得这个人权奖 是对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个鼓励 这个许燕呢 他的妻子是这么说的 徐文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为此他失去了自由 另外呢 他这个失去自由 是和他2015年呢 709大抓捕 他为很多的涉案律师代理和辩护有关 所以呢 这次他能够入选这个人权奖呢 这个荣誉是对他的肯定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看到这些新闻 以及相关的一些背景材料 下面呢 我就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说句老实话 这些在律师行业当中 由于自己的职业道德 他们被抓 被逮捕 甚至被判刑 这个不能说和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在英国 就是从事 人权 法律的 法律和人权 保护人权 我们这家律师事务所 是英国人开的 他们在2009年 就得过英国的人权奖 我有三个想法 第一呢 就是中共政府 在镇压政治意见人士方面 他们是绝不手软 就通过这个消息 他们一定会把所有的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这是他们一贯就是如此了 从8964以后 这是他们的经验 但是从8964三十多年来 从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 永远是不会断的 即便你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仍然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人人意识呢 前夫后继 第二 中共在这个迫害这些政治意见人士 那他们使用的这些手段 仍然是非常的残酷的 就是说 巡训逼供 拷打 酷刑 这些依然是存在的 他们是一再否认这个事情的存在 但是从这些本身 他们这些本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就说明这些事情都是一直是存在的 这应该是受到国际 人权组织的强烈的谴责 因为中共 是各项有关禁止酷刑的 这个国际条约的签署国 第三 我要谈我的看法 独裁政权一日不除 这个民间抗争呢 就永远不会停止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因为独裁腐败 是一个 那个民间抗争的土壤 如果你这个独裁腐败不取消 这个制度不改革 这个政权如果不为人民所拥有 所拥护 那么人民的抗争就一定不会永远停止的 他们一定会经常的在那里发生 你即便把它压下去了 最后它在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种形式 它仍然会出来的 民间的抗争 虽然是一些小草 一些蚂蚁抗争 但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他们现在采取的 这些民间的抗争 像这个新公民活动的抗争 他们采取的是 没有组织 没有口号 没有分工 就是这种全无的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 你也不会被中共政府和容忍 他们其实要判你罪 是非常容易的 凭感觉就行了 不需要证据 嫖娼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抓起来 关到牢里面几年 不就完了吗 什么寻寻咨询罪 这都很简单 所以说呢 民间采用各种的方法 来对抗中共的这些 残酷的统治 这些手段 但是呢 这些中共的这些 下面的这些警察 这些爪牙呢 他们一样 也是上心病狂的 他们本身的这些做法 就是在违背 他们这些 所谓的这些法律 这些法律 根本就是没用了 就像前面 这个在会上 那些什么周强啊 他们说的 他们是要保护这个政权 作为一个执政党 他不应该这么说的 他的这个事业 他们的保护的对象 不应该是政权 而是应该是国家 但是呢 他们呢 就把自己政权 把党的统治 是放在他们所为 所以说在中国这个独裁统治 他就是党比国家大 所以说宪法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刑法这些 都是做给纸面上的东西 给国际社会看的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照样怎么办 他们甚至 比如说 中英联合声明 关于香港50年制度不变的 这些承诺 他们一天之夜 就可以把它推翻 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 这个呢 就是流亡政府 这个你根本就跟他 就是土豪 这个土匪遇到了秀才 你跟他讲你 根本就是没有用的 那么最后我想要说呢 我不知道在我这个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到 中国最后能够走向 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从八九明运 这个六四天安门 到现在都三十年过去了 我们这个政府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过民主的春天 我比较欣赏的 点赞的是胡耀邦那个时期 但是后来呢 就完蛋了 一年不如一年 它有波折 但是呢 现在这个看来 是越来越糟糕 但是我没有失去信心 我仍然坚定的认为 总有一天 我相信我是能看到这一天的 中国会走上这个民主法治这个国家 我希望这个过程是和平演变的 以最小的代价去改革这个制度 走向这个制度 而不要以暴力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以暴力形式 推翻一个政权 然后改变一个政权 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仍然是暴力的 仍然是独裁的 在这一点问题上呢 我非常的赞赏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 他只是第二代政权 蒋介石 他老爸蒋介石死了以后 蒋经国统治台湾以后 在他的任期内 他就开放党禁了 这一点真的是不容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